他帮我打了一点小小的广告 就是我最近正在印刷产印的 《光复元年》就重返 《光复元年》 或者重返《相辅元年》 这个书的名字可以相辅替换 我是做了点小小的广告 也表示我六十几岁 虽然我没有光复那么 岁月那么长 但是接近那个时代 我想触摸那个时代 为了五种感觉去触摸那个时代 我希望能够这本书 犹如五百多页在这里拿个广告 大概两三个礼拜 就可以送给各位展飞 那么第三个意义 我觉得更重要的 今天我们南台湾 因为刚好成大在南台湾 我想战后你们都知道 军事基地 海军基地 空军基地 陆军 海军都在南台湾 但是南台湾以前的历史 被党国机器所控制 我们真正的军事史 以前我们这种文学校 是很难贴近的 但是因为台湾经过这几个世代 尤其最近三十年 中立事件 美丽岛事件之后 打坏势力的兴起 我们也经过两次的政党本体 我想军方这一块所谓的 非常封闭的 尤其军事史这一块 我们有一些后辈的 更好的学术训练的 也是我应该说是我学生辈的 中生代的 四十几岁的 五十几岁的 现在都在各个军事学校 做教职 那么从这一场的研讨会里面 也看得出来 早上有杜振宇 是我们博士班的学生 下午有金智先生 他现在是副教授 空军技术学院的副教授 是我们成大的 博士班的训练出来的 所以我现在是 张了他的罐 我觉得非常高兴 就是说他本来是做 民国海军史研究的 我想他最近这一两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对民国时代 民国三十八年之前的 中国的海军史 有好几 他已经有好几篇的论文 对各个海军的系统 在这种认知底下 再来看 日子时代 日本人海军留下些什么 国民党跨海接受 所以我想这两个 历史研究的方向 能够在中生代的 既是军方的军事学校训练教职 但是是我们文学校训练出来的 这些研究者 然后能够持续性的 再做一二十年的研究的话 我想对台湾历史的解释权 对这块土地真正 我们能够耕耘的 呈现这块土地的生命力跟活力 我想是可以玩